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大盤連續兩天的反攻 今天早盤大漲超過了300點 因為美國股市也反回神了 大盤今天攻克了月線之後 一度是有站到月線之上 很可惜尾盤後繼無力 中漲是上漲230點也是大漲 收在22027沒有站穩月線 成交量比昨天增4094億元 台積電今天也是登月喔 登上了月線關卡 鴻海終於趕上大家的腳步 補了禮拜一上個禮拜一的股災跳空缺口 今天下午是鴻海的法術會很重要很重要喔 能否給予市場比較正面的訊息呢 大家都在看 台幣股市收復了22000點大關 短線目標22K達正了 但是月線得而復失 我想問一下趙麗老師喔 台股現階段量縮回到22000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要續工要看什麼樣的條件呢 那我們從幾個方向來做觀察 一個是輝達條件之一 輝達之前股價下跌 說Blackwell GB200有延後 但大魔加入很多說 Blackwell出貨不變 從晶片、主板、伺服器、主要供應鏈到查 頂多延一個月而已 而25年的Q1會大量出貨 台積電下半年生產62萬片 都集中在Q4 Cowars量率大約是95到96% 華爾街共識 回答本境營收286億元 EPS0.64美元 瑞銀、美銀、瑞稅全都喊滿 那回答如果穩的話 神山就更有底氣了 神山台積電董事會通過Q2配4塊錢 全年上看16元 海內外大擴產 資本支出超過371億美元 超過今年資本支出的300到320億美元 反而說資本預算不限於當年度使用 那感謝神山大擴廠設備股有夠的充 昨天尾盤先拉 今天再續工 紅素再創下史上新高的價位1800 金元電股價盤中也拉 深陽半導體被MCI列入 今天股價也有所表現 那我想問趙宜老師 幾個因素我們先從大盤來做觀察 大盤如果說22000點暫時功課的話 現在是一個短線的壓力嗎 如果要繼續向上談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跡象 對 沒錯 我們先看大盤的一個指數好了 我先講結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大盤大概就是 因為這個地方的一個回檔修正 當然就是因為日圓那時候 突然之間出現急升的走勢 全球的股市 在這兩天也都出現重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天的台指期收盤 還是跌停板 對不對 然後之後開始出現反彈的一個格局 等一下我們會從日圓 從一些的企業的 所謂日本的一個財報來跟大家講 好 談到這個位置點 應該這麼說 季線它有沒有壓力 它肯定有壓力 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向下的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也是壓力 再加上季線的壓力 所以你假如真的要這樣持續的往上 你第一個你成加量一定要擴增 你4000億基本上來講不夠啦 就是不要爆量那要比4000億多嗎 對 就叫溫和的擴增 溫和擴增 突破季線其實它都容易產生拉回的一個情形 它大概就在半年線附近 上下正負大概1200點 上下的一個相形的整理格局 好 所以指數短線上來講 它也沒有大跌的一個風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的情形 好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日圓其實 日本央行在7月31號升息對不對 升完息之後你看一下 其實它在升息之前 這一段時間還沒升息 升息是在這個階段 其實還沒升息的時候日幣兌美元 其實它已經慢慢的升值了 它已經慢慢提前 所以股價或者是這些的價格 其實它都會提早反映 因為有預期 好 那結果開始真的升息的時候 大家沒想到這個地方大概152塊 153塊 突然之間砰下來殺到140億 這個地方高點大概161 這個地方低點大概141 你看一下 匯率短短的半個月的時間差20塊 這個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 就10幾%的一個水準 所以當它這樣下來的時候 說真的 日幣的部分 其實放空日圓 在之前也是非常擁擠的交易 就跟買高科技股 AI的股票一樣 都是非常擁擠的 所以放空的人很多 一看到這樣子的時候 受不了了你知道嗎 我一定是先回補空單 所以導致成日幣再大幅的升值 就這幾天 然後就產生所謂的一個 套利利差的一個交易的部分來講 會怕你知道嗎 所以它就當然它要變現 比如說它變現了AI的股票 變現了其他的比特幣 要把日幣買回來 風險資產吧 對 所以就行了這樣 好了 重點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 日幣開始走穩了 走穩的是因為他們的 日本央行的副總裁 他也講說 其實當股市不穩的時候 不會亂升息 我不會亂升息 那大家是不是就穩了 穩了就是說 你至少基本上 短時間不會再跌破141嘛 其實這個難度也很高啦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 軋空的你知道嗎 就把空單軋軋的 對 所以這個是籌碼的因素 不是基本面的因素 好 那重點來了 你要再回到161 有這麼簡單嗎 也不可能 因為美國在降息 9月就會降息 那日本的部分來講 它不升息好了 可是重點是美國在降息 相對上你的利率 還是會稍微高一點點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它為什麼 日圓它會進行所謂的 也是一樣箱形的整理 好 那假如日圓的箱形整理 你覺得台股馬上會過高嗎 也很難 對 也很難 因為熱錢嘛 因為這個利差交易的部分 就會減少了 它推動股市的力道 推動風險資產 你比如說像比特幣這些力道 相對上來講 它也會比較少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看一下 日本的股市是不是 其實這個地方大概 這個就是日圓急升的時候 全球股市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回到什麼 回到假如現在日幣穩了 是不是基本上來講 這邊應該是屬於籌碼面的問題 所以它談到這個位置點 其實是合理的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再加上比如說 因為大家還是會怕 日本有沒有風險 因為大家覺得日幣等等 好 那我們看日本的財報 第二季有82%的企業的營收 優於預期 有66.2%的企業獲利 其實它都優於預期 都比去年來得多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日本的企業的獲利 真的還不錯 所以既然還不錯的狀況之下 股市跌下來之後 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景氣下個月 就會反轉了嗎 不會 很難 破例不出 你要 有可能你要一兩季之後 就是說我真的 這個地方比如說指數 整理整理完之後 真的在往下破底 那有可能會影響到未來的 所謂景氣的部分 可是當你跌下來之後 這個反彈 你說未來下個月 下下個月 我跟他報告 景氣不會馬上反轉 因為財富的效果雖然損失了一些 可是它並不是非常的嚴重 我想這部分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不要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有的人真的很悲觀 我覺得先你要去除這種 非常悲觀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就是說儘管說日圓呢 可能會之前因為這個 軋空的關係強勁升值 但是有沒有影響到 整體日本企業的基本面 這位老師的分析是並沒有的喔 那我們就用日本的東正指數 跟國際間的極大指數 來做一個觀察比較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其實日本股市也是在7月中旬 大概12號就見到高點了 你有沒有發現 也跟日圓一樣 日圓升值它就下來 結果真的日圓在大幅升值 從152升到141的時候 就是這邊一起跌 到窮其實那時候還好好的 你知道嗎 結果也是一樣一起跌 你知道 到後面的時候 那當然NASDA或台灣指數的部分 其實跟日本股市的高點 大概差不多 就大家一起跌 對 連動 沒錯 然後後面這一段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大家都開始往 那個後面的這兩三天的 所謂的高點 開始進行所謂的一個反彈 因為我剛剛提到 那個是籌碼面 那個是恐慌因素 所造成的一個下跌 等於多跌的 對 就是比較像白花文就是說 假生的啦 你知道嗎 後來 那假如你還是不相信 我們從技術面的角度 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地方 你還是不用太悲觀 因為 那當然你看一下 比如說2017年好了 到2018年12月31號 你看這一條 就多頭格局來 這一條是季線 這一條是半年線 這一條是年線 你有沒有發現跌破季線 跌破季線 之後它縱使跌破半年線 它還是會上來 對啊 這個地方還過高 好 再第二次跌破好了 它還是上來 它有過高 真的跌破半年線之後 再往年線好了 它還是有上來 然後之後再跌破年線 它還是弄一弄之後 經過了幾次之後 真的跌破年線之後 才真的下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現在的線型的部分 好 下一頁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表達 那你會說好 疫情就不一樣 這個是黑天的 對 疫情是黑天的 好 縱使是黑天的 你看季線好了 多頭上 半年線縱使打到好了 其實它還是反彈 上來之後有沒有 彈 再打到年線之後 彈不起來再下來 可是這個是疫情 對 所以這個是因為有黑天 所以才形成這樣的一個格局 現在不太可能說 跌破年線 棒就 那 這個是灰犀牛 對不對 就是二屋戰爭的時候 2022年的時候 你看一下 它一樣多頭的 就是一條季線 然後跌破半年線 跌破半年線 這個地方跌破 對 這之前都沒有發生戰爭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好 這個都沒有拿來 真的下來之後 真的破了年線之後 第一次破 第二次破之後 才真的下來 但主要是因為它遇到了這個 對 二屋戰爭 對 系統性風險 對 沒錯 就是說這個 灰犀牛的部分來講 結果導致成那時候庫存過多 消費不好 那這一次咧 好啦 這一次 所以你這樣看了之後 你看線 你就會發現 是不是很簡單 季線這個地方回側 回側 對不對 回側好 破了之後半年線 所以第一次拍半年線 一定會怎樣 反彈 因為又不是現在又沒有 以現在來講 你只能說有灰犀牛 又沒有黑天了 所以它反彈它是正常的 那你真的要恐怖的時候 等到之後 可是我覺得現在沒那麼快 因為你要想 這個是因為去橄桿化 就是說財報的等等等不好 就是一些公布的企業財報 然後股價在高點 然後恐慌性的賣盤 日月套 籌碼的問題 熱錢的效應流出 造就成這個地方 你說會這樣下來 你覺得這個機會大嗎 而且重點是喔 現在不只是沒有系統性風險之外 美國的科技財報喔 在之前前一波修正之後 也慢慢看到直跌回溫了 對 沒錯 好 亞馬遜的部分好了 下來之後它也開始在反彈 微軟的部分 下來之後你會看到 打到年線之後 它也是反彈 因為這個地方 它有破半年線 破半年線 破半年線之後 年線是不是就反彈 那你說它反彈完之後 會馬上下嗎 這種機會你看線型 都不太大啦 那當然大家要再等 因為經過了這一段的修正之後 科技股的本益筆也往下修 你現在的財報說真的 重量級的都公布完 它基本上跌升 本益筆也修正到比較合理 所以它會反彈 大家要等什麼 822號的盤後的 輝達的財報嘛 那理論上來講 輝達大概也有機會 進入比較相形的一個整理 就是現在的系統性的風險不大 那當然比較好的 你比如說像META 這種都快又過高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來講大概是OK的 所以現在重點在於選股的方向 好 如果說會相形整理的話 怎麼選 怎麼選到比大盤強的股票就很重要 但選到強勢股 怎麼操作怎麼樣進出呢 是更加的關鍵 好 來 強勢股的部分 因為投資本在操作上來講 大概有幾種人 一種就是他想要玩 比大盤強勢很多的股票 對 然後他可能收腳很快 對 就是他認為這種股票 短線上他比較有機會 確實也是 可是相同的 你停損停力一定要嚴格執行 然後那時候其實到這個階段 你不用太觀察他的基本面的部分 因為肯定都不錯嘛 COLS的部分 其實最強的就是紅素 你看一下 313的紅素的一個部分 其實他的股價再創新高 你看這一個大盤跌了4000多點 乾他真的沒什麼影響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你說他EPS好不好 好 不錯 可是本益比高不高 其實也蠻高的 重點就是他沒有開放資券 所以他沒有資券的狀況之下 你是不是當大盤在殺的時候 這個沒有追剿的問題 對 他沒有斷頭的問題 他沒有斷頭的疑慮 所以你看盤一五棒 又上來 所以他就是COLS的指標嘛 因為他沒有資券 所以我跟大家講 投資網民你在操作 不要用資券啦 你是希望你的股票跌嘛 因為你用資券 像融資下去買的時候 你會怕 你又用槓桿對不對 跌下來上市的跌個23% 一檔各股 如果別人一起砍 對 一起砍 然後又下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的股票都這樣 你看大盤跌到真的低檔的時候 連續兩天大砍對不對 所以有些是從來 好 那當然這個基本 他就是沒有資券 所以原來的部分來講 或者是說你像帽連 等等這些股票 或3019的雅光的部分 其實這些的股票說真的 都是強勢股 對 因為他們連季線都沒碰到 對 他們這種 你跟雅光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嘛 對 至少外資的部分來講 是有在買 法人的部分有在買 那融資呢 你會說這個融資是怎樣 我們放一下融資 看一下雅光下面 對 放融資好了 你會說融資最近增加 融資可以債收 可以復收 之前的融資 他做在美場的時候 他是在低檔 然後現在是法人買 融資增 變成是一個推升的力道 不是那種高檔下來套牢人的 這個不是這些的融資都是賺錢 對 沒錯 所以他沒有斷頭的壓力 我沒有 對 你重視增加 我還是沒有斷頭的壓力 因為你之前買的更多人買在這邊 是 所以我這個籌碼面當然會有一些的 這個是強勢股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好 不同的樣態 對 它的樣式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的時候 你要 那另外一個 跟所謂年限付乖離大的 對 就是反彈 這一些反彈可以期待 那當然反彈可以期待 過程當中 假如未來基本面是好 它就有可能 從所謂的一個反彈 變成回升的一個狀況 你比如說像344 跟年限付乖離高達-29% 台亞的部分來講的話-22% 那玉龍的部分來講 跟年限付乖離大概-25% 這是什麼概念 譬如玉龍好了 美股禁止58.1 那上半EP的1.99% 搞到現在股價低於禁止 你不覺得這個都很扯嗎 那法人也在回補 好 那你看2340的 所謂的台亞的部分 你下面也放融資跟外資好了 好 融資 對 你看一下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跌下來的時候 剛好這個是外資買 你知道嗎 然後你看融資的部分 跌下來的時候 剛好融資砍 就是 你可以發現喔 融資的部分來講 剛好融資砍掉 然後外資來買 拉長的下影線 那它7月28 8月7號要法收 我覺得這種未來展望 都是不錯的 好 最後一塊來看一下 展望加盤間可期的股票 對 其實也有展望加的股票 就是說這種就最近這一個月 跟大盤的型態 大概是類似的型態 那它會不會再走高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未來的基金要不要夠強 那像這個6693 3693 對 3693的銀邦 3017的齊鴻 或下一頁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還有 6693的一個廣紅科的部分 其實廣紅科也是一樣 今年APS有機會挑戰4塊錢 那你看我伺服器 資料中心等等 另外的 胡連的部分 它會不會是 所謂茂連KY的第二 我覺得有機會啦 因為它除了車用之外 AI的部分來講 它也都有涉獵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都是值得 大家來做參考 分成三塊 一種是強很強的 手腳塊的 觀察籌碼的變化 甚至量價的關係 如果你是高手 可以來做這個追蹤 那如果是你想強反彈的 有一些跟這個 乖離過大的股票 也是可以做短線的追進 但如果你是比較 穩健型的投資人的話 張老師推薦一些 展望好的股價 目前可能修正過 可能都還沒漲的 包含廣紅科 包含胡連 甚至這個銀幫跟齊鴻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有興趣想要這個操作的話 都可以跟趙莉老師來詢問喔 我們相關的內容 跟基本面 都放在Light上面 那同學們可以透過 畫面上面的聯繫方式 跟老師加個Light 或是輸入Light的ID 可以找到我們趙莉老師的Light 那相關的內容 都會放在上面 同學沒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趙莉老師有空 可以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分享囉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